严北征却是轻飘飘,扫了止余下一口气的舟水碧。 包皮抽骨,死无全是。 是。 江朝茅撑在地上,舟水碧就如同带哥杀的畜生一样被架在了半空之中。 衣裳被刀子挤下割开,露出白花花的皮肉。 但这个时候,没人去欣赏他那具年轻的身子, 只因亲兵已经拿着小刀,利落地开始包皮。 血淋淋的人皮被当众扒下来。 北征,你怎么能果真为了这个女人这么对我? 你忘了我们从小长大的情谊了吗? 从我情斗初开的时候就仰慕你,一直仰慕了这么多年。 可是一个圣锦书就让你做到如此地步, 我不明白圣锦书他到底哪里好了。 我的叔儿自然是哪里都好。 南雪薇,你不配觊觎本王, 更不配和本王的叔儿相提并论。 什么? 在国安寺的时候,我曾反复问熊薇小姐, 是否对我夫君有男女之情。 雪薇小姐都一口咬定是我心思龌龊, 将雪薇小姐想岔了。 可如今又怎会说,从情斗初开的时候, 就仰慕上了我夫君呢? 这是我和北征之间的事情,关你什么事?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对北征是什么心思? 想自夺理。 不过无妨,我大致也能猜到雪薇小姐是什么样的策略。 无非是想凭着你母亲年轻时候, 在先皇后身边当过几人奴婢的情面, 以熟人身份靠近我夫君, 再做一朵温柔大方的节语花, 对摄政王投其所好,成为他身边的特殊。 说不定什么时候得了机会, 他该有个王妃的时候, 将就着也就让你上了位。 你不承认着摄政王的情谊, 是因为你知道摄政王根本就不喜欢你。 所以青梅竹马的情谊, 不过就是你一厢情人的幻想。 而就连着幻想, 却也是摄政王所厌恶的。 你担心他发现了你的企图, 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 所以在知道摄政王要与我成亲之后, 你便迫不及待地跑过来, 刺探我是什么样的人, 想要见缝插针离见我与摄政王之间的关系, 顺便继续用你的策略, 与摄政王套近我。 同时试图让别的人也加入你的阵营, 相信你南雪威是比我圣锦树 更适合做摄政王妃的女人。 而现在, 你好几次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, 终于发现其实你不管泄露不泄露 自己对摄政王的企图, 摄政王的心都在我的身上。 你甚至连摄政王府都进不去了, 只是你着急了。